星電視 社會恭喜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逢星期四早上九點到十點半 星電視 同步現場直播 到星期四早上星島總編輯時間 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當中 當然會請到星島報美十分社長和總編輯梁建峰先生 和大家討論國家大事 梁總 早晨 主持 Ken 早晨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好 多謝你們的收聽和收看 特別要多謝在YouTube上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希望大家也幫助我們 更多的轉傳 我們盤著一個 用理性的態度 也都是用一個 有多少分的材料 有多少分的知識 有多少分話的一個平台 希望能夠供大家 能夠參考 能夠多點理解一下 我們現在身邊發生的事情 沒錯 當然我們在今天主題前也想問梁總 上星期日 我們是盛大舉行了 星島報84週年報慶活動 內容相當精彩 因為我看回我們的照片 記者同事拍的報道等等 特別是我們這次很創新的梁總 不如跟大家說說當晚的盛況 是 好多謝大家對我們報慶的支持 當然也來了 我四百多位的來賓 真是多謝大家 對星島報的支持 我們每年的報慶都希望能夠有所不同 今年我們就用了一個主題 就是 時尚的報慶 我們用報紙作為一個主要的材料 邀請了一位著名的服裝設計師 跟我們設計了多款的 以報紙為題材的服裝 當我展示的時候 得到在場的朋友都眨不住口 相當眼淺一亮 服裝設計得很漂亮 亦都很有心思 我們星島小姐作為模特兒展示 亦都相當的優美 整個活動是很成功的 我們同事又創作了一個 Rap 馬路 也是很有才華 相當好的演出 星島小姐也有一個 開場的舞蹈 亦都是用報紙為題材 整個節目都很流暢 大家都看得很開心 在這裡我有一點 一種的 怎樣說呢 有一種的 願望 其實每一次我們 星島日報辦 無論是中文電台也好 或者是跟其他機構合辦也好 我們這些大型活動 我們都花了很大的心思 和事前的準備 去做 而每一日 不是每一日 每一場的演出 我們都投入數十人 的同事 來製作一場的晚會 好像當日我們為了踏見這個舞台 其實我們早上 七點鐘 已經去到 這個場地 那裡準備 等於很多同事 可能要 五、六點就起床 準備這個工作 我們投入這麼大的心力 深思能 熱情去做這些節目 都是為了想我們的來賓 或者想在灣區裏面 能夠提供大家 一些生活上的樂趣 亦都希望 希望大家能夠 欣賞我們 所做的節目 給我們多些鼓勵 但是 演出的環境 有時候 跟我們的預期 都有些落差 有些落差 有些落差 包括我們好像上一次 做的 話劇 在四月份 在台慶晚會 做的話劇 那個落差 就是那個 演出的環境 不是那麼理想 不是說餐館走路 餐館走路很靈 場地很好 我們特別做燈光 音響 就是那個 會場的安靜程度 能夠好好安心 去看演出 就相差甚遠 甚遠 所以很多時候 我都覺得 在灣區的 這類的活動 不單止我們 其實很多的活動 在我們社區的活動 都有一個情況 就是 會場比較 比較吵雜 大家都很有熱情 去參加 各種的晚會 但這種的熱情 我覺得 是好的 我們雖然有熱情 去參加 我們都是想熱鬧 但如果當台上有演出的時候 其實我都希望 慢慢我們 養成一種的習慣 就是 人家準備了 無論是來的演講 港姐也好 或者有其他演出也好 我們都能夠給他們一些 尊重 亦都或者 不要放過欣賞的機會 因為 難得去到 當然想欣賞 這個表演 或者聽聽 這些 重要的來賓 的講話 希望我們灣區 看表演的文化 慢慢能夠 有些轉變 目光和專注度放在台上 會更加好 當然 我們重溫了 84周年的報慶 如果大家想重溫 很簡單 就是我們星電視 我剛才發現 已經上升了 所以大家 如果未能夠在現場 觀看的話 不要緊要的 可以重溫 我們有一個非常精彩的 重溫環節 在我們星電視 大家可以看回當晚的盛況 亦都可以看到 剛剛梁忠所說 我們的 其中一位製作人 阿瑪的現場表演 他有這個rap的表演 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些精彩的節目 當然 今天來到我們 節目的主題 其實都 連續說了幾個星期 都要繼續問回梁忠 因為 大家都 看到我們的眾議院議長普洛西 仍然要去台灣 有一個19小時的旋風式訪台 今天的題目叫做 普洛西打開武統之門 我們看到現在中國方面 也有非常大的反應 大家看看梁忠 你分析後來的走勢 大家都很擔心 是否真的會 中國忍無可忍的時候 真的要動手 似乎有很多朋友可能覺得 為何還不動手 已經踩到心口了 梁忠忠你怎麼看呢 現在 後續的 普洛西訪源台之後 是 我們說普洛西 說了幾個星期 由他開始放消息 到 覺得 真是會去 上星期 我們說 在網上做了一個 我們的 中文電台 一個 簡單的 觀眾要調查 六成多的朋友 認為他不會 終於他就去了 星期二我們都說過 他當時正在台灣 睡覺的時候 我們都做了一下 現在開始了 後階段 人就已經走了 睡覺轉個圈 就走了 走了之後 中國的反制行動 就開始了 其實當日就開始了 因為在二號晚 解放軍已經宣佈了 有聯合軍事行動了 已經 然後 跟著 由 四號開始 就 在六個區域 整整包圍著台灣的六個區域 進行 演訓 即是軍演 最新大家應該今早看了新聞 昨天開始 就是解放軍開始 這個 實彈的射擊的演練 有多種類的 火炮 包括精準的火箭和導彈 也都試驗了打擊 這些目標 有區域性 密集式的 打擊 全部演練的 成果都是 100% 即是擊中目標 原本 就是完成了 我一個階段的 即是火炮的演練 解除了 我六個地區 即是我的管控 所以這個 軍演 就已經在 進行了 第一階段 已經 完成了 但是不是就是結束呢 原先公佈的 就是三天 現在有些地區 還說 再延長一天 變成為四天 這一連串 有很多人開始在 密集觀察 我們都可以 或者 總結從幾方面 看看 這是一個 怎樣的事情 首先 就是 普洛西 訪台 中國 高調的 反對 也都警告 認為這個是 破壞了 中國的主權 也都破壞了 美國承諾的 一中原則 我們就說了 美國已經 因為普洛西的 訪台 就已經是 徹底背棄了 這個 的一中原則 雖然 這個 一個中國政策 雖然 拜登政府 作為一個行政 白宮這個體系來說 說沒有變 因為主要 國務的執行 應該是白宮 行政這個部分 議長 主要是立法 是議會的一個層面 美國的三權分立制 兩個是 不相 不相 干預的 應該是這樣 各自獨立的 一個政府體制 但是在行政方面 白宮就說我們沒有變 我們仍然堅持 但普洛西的行動 就已經是徹底的 背棄了這個 一中原則 而你說 白宮 說我們沒有 那行不行呢 不行的 因為 議長訪台坐的 就是軍方的軍機 而 普洛西雖然是自己 單機 進入台灣 但是 航母 和外圍美軍的 戰機 也都在 外圍那裏 是有戒備的 是有配合的 所以這個配合本身 就是行政機關 才可以做出的決定力 三軍的統帥就是拜登 如果他沒有命令指示的話 美軍是不會有這些行動的 所以對於普洛西訪台 雖然 白宮 拜登又說 軍方說不是好主義 表示一種 不認同的態度 但是不認同底下又配合 所以對於中國來說 我想已經是 徹底 美國在這個所謂的一中原則上 北京看來 已經徹底不能再相信 過去也都已經提出過 你們說一套 做一套 但現在已經不再批評你了 我想北京接受了 美國已經完全背離了 既然美國背離了這個一中原則的話 中國只可以自己打自己縮 因為以前台海的穩定 或者中美建交的基礎 就是在於你承認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不跟台灣 維持 或者發展任何的官方 往來 但是現在 以掌大無私讓的 去台灣 用這樣的官方身份 你還能夠說什麼呢 所以這個 所謂的一中 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信任 已經徹底沒有了 徹底沒有了一中的時候 中國也都 開始打自己的數 這個第一個 就是對台灣的 兩岸關係 也是一個質的改變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本質上的改變 要改變是怎樣 待會我們再繼續說 好 稍微去廣告 回來繼續探討 普洛西訪台之後的連續反應 星電視 社會恭喜 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星島中文電台 總編輯時間 逢星期四 早上9點到10點半 星電視 同報現場直播 好 回到第二節的總編輯時間 首先我們多謝兩位的網友 分別有 Janny Zhang 和Gordon 多謝你們的贊助 對我們的節目 這個時候我們繼續 等下梁宗說一說 其實 綜藝議長普洛西 在離開台灣之後 其實 象徵意義都多 我們聽到 昨日我們的時光集評論員 方言強都說 象徵意義比較多 但是 後續 中共的 中國和台灣兩岸之間的關係 本身已經是冰點了 現在 就不單是冰點了 我覺得普洛西 想爭取歷史地位 這個歷史地位 他能獲得了 這個獲得的地位 不是他自己想像中的 我是政治英雄 他當然想覺得自己 是英雄 但是他這種 比較低致的 政治 認知 就不要說了 所以 我想他這個 我不覺得 只是一種所謂象徵的東西 是一種質的改變 他所帶來的 不是他主觀主動想帶來的 但是就是他一個愚蠢自私的行為 所帶來的 美中台關係的 質的改變 這個是本質改變了 而這個本質改變 也改變了兩岸 關係 也都改變了 世界教育 也都對中美 美國 本來想壓制中國的 這個大國博弈 也都翻開了新的一頁 所以他是 不多覺 傻傻地 以為自己 都落任了 年齡82 職位剩下幾個月 最風光的時候 打算臨尾 就來玩一玩 請英雄 自己都很爽 他爽完了 但是意外地 可能 不要說意外地 是他 沒有考慮過底下 其實他在歷史裏面 擔任了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這個角色 是怎樣的 首先說一下 我們說了一點點 美中的關係 美中本來一直都牽著台灣 在那裏 中國一直說 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是一個不能越越的底線 要求美國能夠尊重 每一次這樣說的時候 美國都是重新一下我們 一中政策不變 之類 但是 拜登跟特朗普 特朗普的時候 試過 但他還沒上任之前 先跟蔡英文 先通過電話 然後現在 到了拜登的時候 更過分一點 簡直就開始發展 官方的聯繫 頻繁 頻密地提高官方的聯繫 到了普洛西 可以作為一個 議長 第三個人物 就已經是 徹底了 徹底 用行動來粉碎了 這個所謂 美國的一中政策 這個轉變 就是說 我有一條紅線在那裏 你覺得可以踩踏這個紅線 仍然可以跟我照舊的話 當然沒有得照舊 沒有了 這個護術已經是沒有了 沒有了的時候 中國就可以做自己的事 因為是你 不守信義先 用王毅的說法 你背信棄義 對於一個背信棄義 但現在仍然保持 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 中國當然是要 另一個 我們都對待了 所以美國仍然希望 跟中國能夠在某些地方 去配合的話 我覺得比較難 美國跟中國 繼續怎樣交手 我們可以後續再看 但是你看看 日本先 日本就跟著這個G7 就在那裏發表 譴責 中國在這個 什麼譴責 黃毅立刻取消 中國交部 本來 在那裏要 而在台海這個地方 過去中國可能還是 期待美國發揮一些 抑制作用 陳水編時期有的 奧巴馬時期 都是有一些 可以抑制一下 台灣當局 但現在美國 表明不單止不配合 還是主動去搞亂的話 中國就會 取回一個 主動 這裏是 這裏是一點 再說回 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 民進黨很明顯 就是要 拿著美國 作為一個 幕後的支撐 借美國 來到反中 一直都很過癮 視為 越來越拿到更多的成績 從特朗普通電話開始 一直搞到現在 覺得好像 很大成果 但是 國民黨也跟著這樣做 但是問題就是 當你徹底 讓北京 要中國大陸 讓北京 對你不再抱有 任何可以對話 的期望的話 那他剩下的選擇 就只可以 武統 你沒有空間 沒有任何空間 好像普洛西要來 普洛西 是純粹為了告人自己利益而來的 那你都配合 而國民黨呢 作為一個 在野黨 只能歡迎 因為黨主席說過 我們親美的 永遠親美 永遠親美 跟民進黨一樣親美的 既然來到 你只可以說歡迎 不能不歡迎 黨主席 都是要親美 沒有空間 現在剩下的 只是一些 個別人士 所謂台灣的 統派人士 但是這些 很少數 會去抗議 去 抗議普洛西里 這些 極少的聲音 已經是 所以整個台 兩岸關係 亦都不容許 中國再游 我記得 昨天我看了一條片 就是林佳龍 林佳龍在說 民眾黨 這位 說那段話 怎樣回應 這個 大陸 封鎖台灣的 軍演呢 他就 說得有些 結結結結的 這個故事 好笑 已經到 整個台灣 都被解放軍 封鎖包圍的時候 他還說 我跟你說一個故事 就是太陽 和北風的 例子 他說 怎樣能夠 將一個人 那件厚厚的外衣 脫去呢 你用溫暖的太陽 下一二 他就脫衣了 但是如果你用北風 冷冷的出去 越吹就越穿得緊 意思就是說 北京應該對台灣 送多些溫暖 然後就不要用 那些武器 那些 冷風來吹我們 你說的話 是不是好笑 就是說 台灣政下那種的 低致 到一個什麼程度 你 次處去挑釁 中國大陸 次處要表明 我是走台獨 我要獨立了 而且你 任何 互相尊重的 一個空間都沒有 好像普洛西來 除了建塞英文 立法院之外 還招集一群的反衝人士 那群 曾經受過美國 幫助過資源子女的 一群這樣的人 招呼過 好像吳宇開希 普洛西 30年前已經招呼過他 20年前 好了 找一群這樣的人 什麼呢 其實這群人 普洛西 故意在台灣見 就是什麼意思呢 撤擊中國大陸 我是不給你面子 我現在就是見你 你最不喜歡那群人 這群人 曾經 都被你通緝過 之而處女的 我現在都找了他們 做上賓 你搞這些事之後 然後就說 北京要給我們溫暖 要送我們溫暖 我們便會 好好對付你 那是不是廢話呢 就是脫離現實 沒有 沒有話說 就找一些話來講 對於實際的 解放軍在那裡 演練封鎖 你看看台灣國防部的反應 是怎麼樣 他們公佈了消息 我們全程監控 我們的 軍方監控系統 是可以掌握了 整個台灣周邊的 他們發射了多少支 的 導彈 我們都算得到 一共是11支 什麼型號呢 可能包括 東風河 但是其他人 沒有公佈詳細 就是說 一方面說 你來就來 我知道你 你幹什麼的 但是有沒有一些行動 去對抗呢 敢不敢做一些 對抗性的行動呢 這一次的封鎖 其實跟 96年的時候 大家都很多人都說 完全不一樣 在當時 江澤民時代的 演練 因為李登輝 這個選舉的時候 所做的射擊 都是 第一 在中線以外 南 北 都是來台灣 比較相對遠的地方 李登輝更差 拆穿了他的間諜 集團 說 是假彈來的 但是這一次的封鎖 第一是圍著台灣 整個台灣島 第二已經完全沒有了中線的概念 已經是過了中線不止 最近的離開台灣 只有20公里 20公里 有多遠 20公里 即是十分鐘 15分鐘的車程 我們一路由電台 落到 Webwood City 差不多 15分鐘的路程 如果飛機飛下去 可能是 戰鬥機 一兩分鐘 的事情 所以已經是來到這麼近了 在這麼近底下 台灣的 軍方能夠有什麼反應呢 除了說我繼續監測之外 沒有反應 甚至有網民指出 中國的火箭炮 這些精準不是我們一般想的 是高科技的火箭炮 曾經飛越台灣上空 但是國防部都不說 後來有網友貼了圖出來之後 他們才承認 是好像有這樣的事件 因為他們都不敢高調反應 甚至一個說法 我不知道真不真 也都想看到 台灣國防部甚至 要求 軍方 就算解放軍 開火 台軍都不能夠還擊 要先請示 所以整個台灣官方 是不敢出聲 不敢出聲 也都有人說 為什麼你不拘離呢 就是你離開這麼近 20里而已 他都不拘離 沒有任何動作 在那邊縮起來 等著他 過了去就算了 稍微向他廣告 再回來繼續探討有關的話題 星電視 社會公器 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星島中文電台 總編輯時間 逢星期四 早上九點到十點半 星電視 同報現場直播 第三節的總編輯時間 我們採直的尾聲就說到 台灣的軍方方面 反應就好像慢一點 又或者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 因為看到中國解放軍 已經有很多的大動作 但是台灣軍方方面 反應就比較平淡一點 另外一件事就看到一些聽眾 或者網友都說 在中國方面 其實衛台的政策是實施了多年 但是好像 越衛台 現在台灣和中國的關係越差 梁總 是啊 台灣在國際貿易方面 其實他賺大錢的 是賺中國大陸的錢 是中國讓利 幫他買很多的東西 而台灣對著日本 和美國 都是虧大錢 進供的 都是給錢 給錢日本花 給錢美國花 所以你說 還給不給溫暖 溫暖了那麼久 那你當我的溫暖 就是覺得 你當然不止 還要踩兩腳 說到大陸 又窮又盛 打都吃不起 很搞笑 整個台灣的 文治 在兩岸關係 政治的認識 包括政客 都是屬於 低智 所以說回 這個 軍演 現在 還是進行當中的 你說的意義在哪裏呢 有些人就說 未等他射一下 可能台灣 蔡英文 都這樣 未等他威風一下 射幾天他就走的 第一 他的導彈 又不會真的 現在 降落 射下去 台灣本土路 那裏 只要我們 忍住 不出聲 不要跟他 搞 這個 擦槍走火 如果我們都沒有反應 收起來 收起來幾天 過了 又沒事了 又繼續 然後他走了之後 就可以跟著 罵他 有時候 吵架也是 當面不夠人打的時候 收起來 人家一走了就說 你不要走啊 沒錯 幾次打你一次 走了之後才說 肯定的 這一次 軍演之後 現在就不敢出聲 嘰嘰嘰嘰 你應該給我太陽 不要給我風 說完一大堆 這些 幼稚的話之後 走過之後 肯定有威猛 我告訴你 大家在這裏 就一堆 預言 當這個 解放軍 結束了所有 圍堵的軍演之後 肯定就開始 嘰嘰嘰嘰嘰嘰 一定是這樣 但是這個是不是說 回復常態呢 已經不是常態 兩個關係已經不是 你說這個包圍 射擊 射擊就是射擊 你自己浪費錢 浪費你的導彈 對我又沒有損害 你看看 美國還堅如盆石 支持我們 實際 那個 護送 普洛西的航空母艦 列根號 已經走鬼了 普洛西走 他跟著走 遠離 台灣 走了 因為 知道解放軍要演練 他就不要那麼近 派偵察機在外邊 收集 情報就算了 他已經走了 已經 所以這個變是變什麼呢 變的就是 對台灣的實質控制 對台灣的空域 是接近你 不是遠的 絕對靠近台灣的空域 和海域的實質控制 而這次是同時間控制 亦都是展示給你看 一個就是解放軍力量 可以做到 第二 就是說 我是實質控制 這是政治的含意 政治含意 而其他國家 除了某一些 國際上的聲音 所謂 表示不滿意外 基本上 沒有直接的干預 沒有直接的干預 你說 離開高雄 已經那麼近了 北面來台北 都很近了 那些 解放軍的火箭 已經 飛越台灣本島 其他國家有什麼反應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這個可以類比為釣魚台模式 釣魚台過去 很多民間人士去補釣 經常怨中國大陸 政府為什麼民間人士出去補釣 中國政府不去 當成外於國力 當中國發展到自己的軍力之後 現在巡邏這個釣魚島水域 是誰 是解放軍 中國的海警 近幾年多了很多海警船的巡邏 已經定期去了 是不是 台灣將來也都會是這樣 就是說 台灣周邊的時候 解放軍會 頻繁出現 以前大家還尊重一下 這個由美國劃定的所謂中線 貼著中線而過 現在就沒有線 沒有線不止 不單止是 西面 還要是 東西南北 都是 隨意解放軍可以管控的地方 隨時我可以宣佈 我管控這個地方 就管控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本質是一個 質的改變 所以對於普洛西訪台 台灣換來的什麼 你說 沒有緊要的 我只要我現在維持現狀 和不變 其實我覺得 所謂武統的程序 已經開始了 但是你說 不是啊 都沒有打上去 很多人就說 他不會真的夠膽打 就看看大家 怎麼去理解這個武統 很多人就是期待 一個好像戰爭片 那樣 哇 劉曼帝登陸 那樣 立刻打了 好像網上有些 網紅 名嘴 就說 要叛飛 普洛西叛飛不了 用多方的方法 去干擾 難治 然後 又射擊 他下來 這些呢 就是 這些網紅 口多 隨意說一下 但是居然就被很多人 當成為一個期望 外國媒體也都在報導 好像准官方的宣示 其實這些全部都搞錯了 而一類其實就是 很不好的現在 一種的民粹政治 大家千萬不要在兩岸關係 或者中美國力裡面 還是搞這種的民粹 是沒有意思的 發了口癢 其實就算數了 真正的大國媒體說的是理性 說的是一個相當之理性的決定 因為我們用孫子兵法來講 說兵者是什麼 國之大事 解放軍 今天的行動 是要符合到整個國家的利益 是長遠的利益 而不是說 匹夫之勇 就是拔劍而起 自古以來 中國智慧 由章梁開始已經說給你聽 中國人 不崇尚這種 即是露氣底下的 還擊 大家可以看 這個不是中國人的傳統智慧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看到 下都說 一下去暴怒 暴露 然後就去 即時的 下作出一些激烈的反擊 這個是現在流行的互聯網上邊的輿論場 裡面流行的東西 看不過眼 罵他 然後 一大堆 這些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說的是要 理性 理性不僅是 你要分析局勢 你要分析 你手上有多少 的能量 還有你怎樣規劃你自己長遠的利益 你用什麼手段去達戰你的利益 而今天 藉著普洛西 這個高調來台 中方也是高調的 把這個事件的重要性 炒高 炒高之下 實質改變了 美中台三邊的關係 這個時候稍微去說 最後回來繼續 總編輯時間 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星島中文電台 總編輯時間 逢星期四 早上九點到十點半 星電視同步 現場直播 回到十點前的總編輯時間 讓梁總說一說 其實 現在是軍事演練 有很多人都覺得 和平統一基本上 比較難一點 是不是真的要去到武統呢 是不是真的要登島 然後用軍事力量 去奪取回台灣呢 梁總你怎麼看這個時間表 或者是這個之後後續 中國的處理方法 我覺得 這個現在統一的程序已經啟動了 如果你說這個程序的話 這個也是這個統一的程序 是一個武統的程序 也都可以 因為不能沒有武力的成份 但也不是全然的純是武力 一些網紅 如果經常在主張鼓吹的就是 武統就是打仗 三天七天閃電線 這些留在看電影 看卡通的時候 去看 而中國 在兩岸這個統一裡面 一定是一個 綜合的程序 不會是一個單一的模式 如果期待是單一打一場仗 這個統一 現在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 後果 嚴重 所以後果嚴重 不是說 打了之後 其他地方是怎樣 不是 而是說台灣 這兩千多萬人 將會是 將會是 將會接受 這個回歸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中國政府一直的強調 就是希望是和平統一 這個和平統一 就是大家願意在 談判底下 一種 雙方都接受的方式來統一 這個是 最能夠持久和平 也是真正國家的 完整統一 如果單純 單純的武力 好像很多人在那裡鼓吹 拍手 期待見到的 解放軍 登島這個 你可以在戰場上面 在軍事上面 你可以佔領台灣 但是 這個統一 是 會埋下很多 不是地雷 很多的危機 在那裡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在那裡又會爆發出來 你看看香港 香港是經過談判 中英談判 叫做順利回歸 但是回歸了之後 香港這種 未去殖民 那種外國勢力的干預 長期在那裡 連香港這樣 所謂有一些建制派 都要搞到 19年暴動底下 中央強勢的治理 才可以回歸平靜 如果你想想台灣 這麽多年來 政治體制不讓 政治的論述 農理不讓 美日的干預 是根深蒂固在那裡 很多更是 殖民也都未去殖民化 台灣在某些層面裏面 那你說 只是靠一場戰爭 佔領 遺留下來 跟著管治問題 是有多複雜的 是要比香港還要複雜 百倍千倍 都不止 所以這個統一 一直在北京用最大耐心 好像晚英九時期 開始讓利 你說不讓太陽 太陽都曬到洞 不斷地讓利 就是想在台灣 爭取民心的回歸 這次的演練裏 我講一下封鎖台灣的演練裏 其中在平潭基地 平潭就是 最接近台灣的地方 來伸足最近 在我那裏 待會我們回來再說 時間差不多了 時間差不多 要先去廣告和新聞簡報 稍後回來 廣告新竹方面 最新的資訊 和大家深感了解一下 星電視 社會恭喜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共 星島中文電台 總編輯時間 逢星期四 早上九點到十點半 星電視 同報現場直播 回到十點鐘之後的總編輯時間 繼續我們的話題 就是 普洛西打開武統之門 我們上一節的美聲力 亦都說到 在台灣方面一些反應 比如在新竹方面 等等 軍方的一些 應對方式 讓梁宗再深入探討一下 其實 在中國方面 如果實行武統 和傳統異常 或者是開打 還是一步一步來 用什麼方式 慢慢將台灣收復呢 讓梁宗再跟大家說說 所以說現在是一個 這個我經常說 劇變中的世界裏面 又翻了新的一頁 如果你只是看來 普洛西拿了彩 走了 蔡英文又威水了 於是一切又回復 過去一樣 或者台灣 美國又得了分 完全不是 本質上已經變了 我們就說到 過去大家 靠這個戰略模糊 或者靠這個 中美之間的 一中的默契 或者兩岸之間 對這個中線 的默契 現在已經全全沒有了 那簡法軍 展現的就是 告訴你 我既然對台灣倒來 沒有任何的 和平統一的 可能性 我那種的期盼 你沒有人接 這個是不是 而美國 也都不再 守這個 一中原則的話 那我只可以 以我自己的程序來辦事 但是在這個 我說所謂 武統和統一的程序 開啟 因為你沒有其他選項 你都沒有辦法 去再等 我可以這樣說 沒有辦法再等 因為你不知道 下一次美國 又想出一個什麼招 拜登之後 又來一個什麼的總統 是不是 這個會信已經沒有了 那麼這個裏面呢 就是那個統一 的程序 啟動 這是我自己 一家之人 我覺得是啟動了 啟動了意思就是說 武統是一個長的過程 你不要想 有些人說好像 看電影一樣 因為你怎樣 用武力去 讓台灣的人民 去接受 他要回歸 接受回歸 可以有幾多人 現在有 政治上邊 拒絕一些台灣的商品的入口 我相信會有一種綜合的方式 在政治上 今天演練 一個明確的訊息 除了說 你整個台海 或者東西邊也好 都是我 實質管控的地方 這個已經做了出來 已經做了 不再有任何模糊 或者過去的默契 第二就是說 國際的政治反應是怎樣 要給台灣人看一看 就算解放軍現在這樣 圍著台灣來演練 除了有些國家 日本這樣 雞加幾句之外 雞七講幾句之外 有什麼行動呢 你有沒有看到 他們 又拿著一大群的 戰艦飛機來包圍著 解放軍的演練呢 有沒有呢 為什麼美國的航空母艦 普洛西走 他又跟著走呢 普洛西未走 已經宣佈了要有這個 的軍演的 這個列根號為什麼不停在這裏呢 96年的時候 克林頓還指揮航空母艦 要來穿越一下台灣海峽 警告一下這個解放軍 你們的演習不要那麼過份 但是現在呢 現在還掉頭走 掉頭走 因為不想介入其中 你說現在演習而已 到第二天 真的打的時候 他又會來了 這樣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我覺得這個演習本身 我開始都在想 這兩天 星期二我做完節目 我都在私下 這個演習究竟能夠達到什麼 的作用 在那裏 你說不登島 可能一般人說 你不登島沒有意義 其實不是 我在想 我的意義都很大 在那裏 不單是說威嚇 嚇完我不怕 那我就等於沒有嚇到我 不是一種威嚇的意義 這個客人 不單是對台灣 島裏面 而在整個世界展示 這個地方 這個區域是我的 而你們都不夠膽 有什麼動作 沒有動作 沒有動作 即是某種程度的 默認了 亦都說給台灣島裏面的人知道 你們期望的 日本的 戰艦 戰機 美國的航空母艦 來到保衛台灣 為台灣而一戰 你都不用想 而這個長期化底下 亦都將這個 可能干預這個區域的 外國的武裝力量 更加推遠了一些 更加推遠了一些 所以這個是一個程序開始 而台灣怎樣能夠讓他的 民心回歸 這是一個更大的工程 這個工程 我想是第一步開始 就是要台灣人認識 真正的局勢 局勢 因為現在台灣是一個 鳥籠式的政治 在裡面 是不斷透過他們的媒體 低致的媒體 那些所謂 低B的評論員 再加上 網絡那些 鋪天蓋地 漁民式 所以台灣年輕人 對國際時局的認識 對兩岸關真的認識 是很低的 我們靠這樣來維持 所謂的選票 維持民進黨的統治 但是 解放軍這些行動 慢慢會打開一個 一個缺口 希望讓台灣人能夠認識到真正的局勢 台灣的前途 希望在哪裡 或者透過經濟 或者透過其他 跟台灣交流上面的一些 制裁 開始用這些 力量的手段 不是用太陽的手段 用一些北方的手段 讓你認清這個冷兵的現實 不要大家還在這個島裏面覺得 啊 我很安全 或者大陸 沒有我乎的 是指老虎來的 不能夠再用一種 錯誤的認知 因為現在很流行說 認知作戰 只要靠輿論 或者靠 洗腦方式 那我就在這個 我認知上面 才去戰勝你 現在我想都是一種的方式 這是一種 要台灣人認識 真正的現實 是怎樣的 究竟你是要繼續 依賴這些 虛無的 所謂的外國援助 因為你認為自己 自身很強大 我還聽見有一個 台灣的民進黨的政客 的議員在那裏 上節目裏面說 我們不怕的 我們擁有 世界第二大的 核彈 不是核彈 導彈數量 亞洲全第一 就是說我們的導彈很多 然後有人 我主持立刻就說 是不是啊 你的資料是不是錯啊 我說的是密集度 密集度最高 密度最高 地理面積和導彈的數量 密度最高 另一個 嘉賓在那裏跟他不同意見 就說 導彈最多被打了一些仗上來 被襲擊的 密集度就最高 很低字化 因為如果台灣裏面的 百姓 對現實的認知 你不調教 現在就像戴著 蒙了 不適合道數的眼鏡一樣 你不調教 道數 認清現實的話 是不可能 思考 和平統一的 所以以他們這樣去思考 不能夠再用過去的方式 又不能夠再期待 國民黨 或者期待什麼 沒得期待 只可以用一種 封鎖式 無力的壓力 在那裏 讓我們慢慢去調整 這個認知 好 這個時間 先去廣告 稍後回來 等兩種做一個總結 星電視 社會公器 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星島中文電台 總編輯時間 逢星期四 早上九點到十點半 星電視 同報現場直播 回到自己的總編輯時間 讓梁總和大家做一個總結 剛剛說到 新的一頁 例如現在中美的關係 兩岸的關係 都已經有一個 非常大的轉變 等梁總再說一說 接下來 台灣方面 民心 有沒有辦法 再和國內接軌 多一點 其實現在是很隔絕 我據問 有一個例子 大家同一個阿爺 阿爺是國內的 但是在台灣 有部分的親戚 後代去了台灣 但基本上 已經斷絕關係 在民生的層面都是這樣 那現在兩岸的關係怎麼辦 主要就是 長期台灣的教育 教育了一批 仇宗 抗宗的一批 年輕人 有一種所謂台灣本土的意識 所以這次 因為這個普洛西事件 中國採取主動 過去是比較被動 希望是一種 互動的方式 去解決台灣的問題 現在轉了 轉了新的一頁 北京會有一種主動的方式 按自己的時間表 自己的方式 來做 你說台灣 會不會配合呢 當然不配合 但是 外邊國際環境 慢慢 會被他 認識到 你正在等待的外援 是不會到來的 而且外援 是不可靠的 他拿了一個勳章 他就選手了 他就走 走完之後 所有的後果 要台灣人面對 所以台灣政客要思考 你那種是偏安 你那種是榮華富貴 你還要 可以響多久呢 或者你想將來 要怎麼響呢 而你說 台灣老百姓都 現在 尤其是年青人 是天然毒來的 他們不會 去接受 統一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這個 大陸做了很多功夫 吸納這些 衛台政策 讓台灣的年青人 向中國大陸發展 讀書 就業 現在 向中國大陸生活的 台灣這些 年青的一代 至少是 壯年的一代 已經有好幾百萬人 這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 你說台灣內部這種教育 能夠支撐多久的問題 冷兵的現實 台灣要面對的 你的經濟 其實你依賴大陸很多 你不是想像中自己那麼強的 好像天天聽那些陸媒 自己吹噓自己 不是的 他們慢慢現在開始 會接受到 認識到真正的現實 而台灣 我覺得他不能夠 支撐得太久的原因 因為本身沒有一種 文化精神價值 是可以讓他支撐長久的 你想想過去 蔣介石退守台灣 之前就是 日本殖民過 又荷蘭又侵略過 之類的 我那些不講太久的歷史 台灣 由國民黨 退守之後 一直在打的 一個精神之處 就是說 這個是 中華文化復興基地 我們反攻大陸 這個是中華的正統 我們一直都是這樣 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我初中的時候 看到台灣的書 看得很開心的 寫著是 中華文化復興基地 我們要承接 幾千年的中國文化的正統 就在台灣了 這個時候是作為一種 文化的自豪 也是一種精神的支撐 但是這種被民眾黨打爛了 打爛了 沒有了 這種 現在連 所有有中國 符號形象文化意義的 都想去否定 雖然我們用的還是中文 講的還是 還是華語 他們都是這樣去做 打爛了之後 你用什麼去繼承呢 我就想說 這些年輕人除了我們說 有科技 有台積電 然後 跟著我們有波拜奶茶之外 有什麼去支撐 他們作為一個 獨立的 文化精神體系在那裏 是沒有的 你看到民進黨 崇日 哈日 崇美 對著美國 對著日本 卑躬屈失 這種的殖民 奴才 這樣的表現 這種的文化精神 覺得可以支撐下去嗎 不可以的 所以 台灣本身就是 喪失了 原來有的 一種的 民族精神文化價值在那裏 好了 而說 美國 你說 我只要說美中台 美國的干預又可以 到哪裏 到哪裏呢 最初想的就是 代理人戰爭 最好利用台灣 打一場仗 然後就拖著中國 這樣 踩下你的紅線 擊下你 這樣 但發覺現在又沒有 真是 恩 真是沒有 因為如果 亞洲地區不發動戰爭的話 美國是沒有辦法的 美國當然是想 繼續 就是 控制整個世界 實質他現在是控制者 但是他的地位已經開始轉變了 他不想 時代變 美國不想變 唯一在亞洲地區製造戰爭 這是美國幾十年來 戰後一直用的手法來的 他想控制某個地方 就是在某個地方製造戰爭 一直以來都是 例子我不需要舉 大家都知道 所以 亞洲地區 他現在發覺 亞洲地區是現在 新世紀時代 整個世界的經濟引擎 政治引擎在那裏 美國怎麼控制呢 唯有用 他只懂得用戰爭的手段 戰爭手段 誰跟你在那裏打仗呢 日本怎麼打呢 所以他要日本修改憲法 又要發展國防 南韓打不打呢 你看看南韓這次 韓國總統 普洛西見都不見了 說放假 我放假不得人見你 又不好意思 是什麼意思 連南韓這個 這麼崇美 洗牌牙來騙拜登的手 誰知道被拜登一個白眼之後 他回去 我想他的戲頂到現在 被拜登頂著他 所以普洛西來到 你還在台灣搞大龍鳳 你當我是什麼 你那個舞台 已經在台灣 我是有配過 我都可以 在一陣子見你 所以不見 但不見 可能是受到美國壓力 你不見我 電話都可以 你都給面子 於是 講完電話 大家各自各 任寫 你說到寫到我 我怎樣都可以 沒有人聽到他說什麼 見就見不到 表情都見不到 所以 連南韓 都是這樣的態度 你以後美國在亞洲地區 你找誰跟你打這場 一直想台灣打 加上去打航戰 總之要扔帽子 但是你看看台灣 今次的軍演 台灣 有沒有表示 我要作戰 我要跟你解放軍 一拼的風範 出來 所以國防部發言人 我也看了台灣的國防部發言人 出來都可以說 我們不去挑起戰爭 但是我們又避戰 我們又不怕戰爭 說一下 口水花的東西 但是肯定 這個 不單止 他不會打第一槍 就算 解放軍 開了第一槍 他的 還擊 他都要再考慮過 因為知道 一打就 完蛋了 就沒有了 一打就完了 已經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台灣 不能夠配合美國 去打這場代理人戰爭 美國對著 在亞洲地區 越來越 擴大影響 中國 還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 這個 所謂的 紙槍 是不能夠 捅破的 普洛西就懶得自己去到那裏 就以為 我玩一下你 踩一下你 你又如何呢 但問題是 大家都應該叫做留一手 我不是做廣告 大家都應該 留一手 有些神秘性 我還有後著 武林高手 我還有絕招 暗氣未出 如果不是 他玩了 普洛西是一個 又自私又愚蠢的政客 他一手跟你玩了 我現在就是不要一中了 我告訴你 我去 我自己威風了 但是 所展示出來的 當解放軍 再要有行動 或者 實質控制的時候 沒有人跟你打 這張沒有 難道美國自己去打 你說 十多個航母戰鬥群來 跟中國打仗 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這是大家互相地球毀滅的戰爭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 來到尾聲 我們下星期同一時間 繼續是總編輯時間 多謝梁忠 表的言論 純屬個人觀點 並不代表星島中文電台的立場